除了這種柔性呼喚之外 但是我們還是要注意 那個硬政策其實是依舊在的 除了溫交保路線有提到 這個九二共識一個中國框架 今天也再次提到之外 特別是李克強用到 不可阻擋 不可逆轉 這八個字 我先請教一下洛梅 這八個字是不是算是 比較有新意的 它主要是指什麼 應該是這樣說 在大陸其實對台政策 一直都是軟的 更軟硬的 那軟的部分當然就是 過去像這樣子比較親密的一種說法 我們當然在兩岸的一個交流當中 很常聽到 但是用在這個總理的一個 大陸總理的一個工作報告裡頭 是比較少看到的 因為過去都好像是比較像是 一個政策性 比較硬邦邦的那種說法 那在另外他們雖然用 一個比較軟的方式 但是他還是必須要強調 他們的中心思想是不會改變 也不可以改變的 那因此就有這個觀察家 他就分析 某種程度這個不可逆轉 跟不可阻擋 也有點像是在對台灣 內部的一個藍綠都在喊話 因為2016即將會是這個台灣政黨 是不是有可能會要輪替的一個 面臨到像這樣一個問題 所以大陸也是喊話 不管台灣內部政黨會不會輪替 怎麼樣輪替 大陸對台方針是不會改變的 是不變的中心思想 而在這不變的中心思想之下 又對台灣喊話 但是用語其實就是 剛才講的有軟有硬 不曉得延長你的看法 你覺得這八個字裡面 有沒有隱含一些很強勢的意味 對 剛才洛梅他也講到 就是一手軟 一手硬 其實大陸的政策 一貫以來都是這樣子 其實我們再回頭再觀察 2012年的11月 中共的十八大的時候 胡錦濤在工作報告裡面 也提到了 這個不可阻擋的這樣的概念 他說兩岸未來要統一 這個是不可阻擋的歷史進程 那在去年我們也看到 余振生大陸全國政協主席 他在接受聯合報採訪的時候 他也提到說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是不可逆轉的 所以這些東西 其實已經慢慢陸陸續續 都出現在這幾年的 一些大陸領導人的口中 其實我後來還想到說 不可逆轉這樣的一個概念 或這樣一個說法 其實以前我們的陸委會 前主委賴信元他也提到過 他在2012年2月 他在到美國華盛頓去做 全美祈禱早餐會演講的時候 他也提到了 他說他要打造一個 不可逆轉的兩岸和平局勢 所以他當時也用了 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除了大陸他們的政策 是一手軟一手硬以外 其實針對這樣的說法 其實不用太特別在意 因為他們一定會把這個東西 講得非常的堅定 或非常的嚴肅的 所以從這個概念來看的話 我是覺得說是個人 我個人覺得這樣是還好的